中国大陆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一家工厂 昨天深夜11点多发生液态氨气爆炸造成六死六伤 当地市委宣传部却一直到今天上午11点多 才以手机简讯方式发布消息 没有说明原因 台风海燕威力虽然减弱 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余微不减 广西贵港一所中学 上千名师生今天上午被洪水围困 水位最深达1.5公尺 海燕已经造成广西省96.59万人受灾 一人应灾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.39亿元 中国的首都北京经常是被雾霾笼罩 近年来当地的肺癌发病率也是飙升 据北京卫生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十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增长了50%以上 在中共的一党专制下 媒体、网络等讯息来源遭严格控制 甚至居委会监管员民 就连街上都装有大量监视器 上岸宝山区的有一路 几十个摄像头挤在横桿上 犹如一群麻雀排排站 被民众批为浪费公帕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